能借我一百万买通房吗 这个地方 婚礼不是要开始了吗 姑奶奶 你怎么还不穿婚伤 我外面一车都等着呢 不是跟你说吧 那套房子卖了吗 咱先结婚 房子再说好不好 不好 我现在又谁家 我就不是让我表姐笑话了 对呀 姑爷 我们小畅啊 从小就比她表姐优秀 自把她表姐嫁到适中进来 就让我们赶上她的 马浩 你就再贴点钱 我去适中去买一套吗 贴点钱 这不仅差价至少一百万 再说 你们会出钱吗 哎呦 哪有女方出钱买房子的呀 算了 这货不结了 别呀 哥 你让我去哪儿弄钱呀 你不是有个有钱的老板朋友吗 那他有啊 马浩 咱们兄弟一场 这钱我借给你 但下一步要怎么走 你要想清楚 我 又不找你我了 马浩 你根本就不让我 是钱买钻戒 那我喜欢的法事都不知道 现在连个家的房子都没有 我也不问 我们不要太过分 不结了 我爱爸婚礼取消 酒店也退了吧 算了 好女婿啊 咱们先把婚礼办了 其他事儿 再说嘛 我说了 这婚不结了 马浩 你玩真的吗 既然你这么是你 连婚礼都敢说退婚 我也更不敢 老宋 我们既不结了 那家的家的房子 我离旧好不好 不好 不结就是不结了 我没开玩笑 这面子我就一次婚礼 你就这么毁掉我了 毁掉婚礼的是你自己 我加班加浪出血 第二天还比你应该是买钻戒 是你自己还还比 敢用不买房就退婚来威胁我 战魂 不结也罢了 我们分手吧 我以为一两个人在一起 无论多难都能坚持下去 但是我累了 能再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明天你再陪我一点吗 今天的你有点不一样 平时你总是很忙 没有时间陪我 其实 下午的会议你不能缺席 我带你去看我的工作环境吧 徐总 这次我们和杨中萌的合作 你拿什么跟我谈合作 你们这是什么会议啊 这是三国策略手游 在赌制兵的谈判 我们几个老板私下也在玩 过几天我们徐中萌 就会派八十万青鸡 共挡青鸡马 我们吞下青鸡后 会将一半资源 分给一龙州 此外 京州在赤地 骚扰许中依旧 我们双方合作 如果我会立即派五十万公民 祝你在赤地 以批之理 我相信吞鸣荆州 也不是什么难事 徐总 你看如何 这就是我爱上你的初心吧 好 那我们就合作愉快 我想为我们之间 再努力看看 什么梦啊原来都在一瞬间 我们的心像烟火 一朵眼睛就一朵